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就开始讲 《世间品》 《举世论》当中的第三品 当然《世间品》下面也有 比如说对七世间众生的说法 有情世间的一些说法 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说法 但这个我们到时候 讲七世间的种种差别的时候 就是广说 所以在这里 尤其是我们《世间品》 对现在的科学发达的今天 还是无比掌握 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些声闻 对此观点如何 这些问题一定要清楚 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品 《世间品》分二 就是圣者众生世界和生处七世间 就是所产生的众生的世界和生处众生七世间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分裂和法治特点 那么第一个是终生的世界 它有一个分类和法治特点 广说自信 那么第一个分三界之分类和无趣之分类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三界 我们口口声声都说是三界轮回 路道轮回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刚学佛的人都是问 到底是三界是哪一个 是不是美国和澳洲 真的是我们三界轮回的 但三界轮回口头上可能说得来 但具体三界是哪一些 这些可能我们不太懂 因此首先是三界的分类 他这里这个颂词上面 就是所谓的三界 首先就是讲的这个预界 这个颂词主要讲预界 那么预界的话 就是地狱和旁生 恶鬼旁生 人类和还有天人 就是他这个非天 他没有在这里讲 包括在天人当中也可以 所以这个叫做预界二十种 预界二十种的话 三界有十个 然后恶趣有十个 总共有二十种 那么这个根据地狱和人间有各种的差别而分的 下面有颂词当中 我就在颂词上面不光说吧 不然这个花很多的时间 如果通过三界之种 烦恼心等三界的方式来 说明心与心所的分类 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三界是烦恼性 那么什么是烦恼性的三界呢 三界主要是用心和心所方面来分的 那么何谓三界呢 欲界色界无色界 这个肯定会懂的 三界都不懂的人 那天我们那个什么那个举手论呢 就是云啊 戒啊 楚啊 就是三界啊 路道啊 这些都还是应该分析得很清楚的 应该会懂的 什么是三界 也到时候不要说是什么其他的戒啊 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么欲界就是有哪些呢 就是它这里欲界呢 就是中共有二十种 就是地狱 恶鬼 旁生 人类 天界 就是它首先呢就是分那个五个吧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五趣 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地狱呢 就是地狱由于恢复得的业力 潜移或者是心不欢喜 故称为是地狱 就是什么叫做地狱 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地狱就不懂 就是那么这个地狱呢 就是它是这个众生的恢复得 这个引起来 就是最后呢就是心里产生不欢喜 从印度的翻语来讲的话是哪达嘎 哪达嘎里面的其中的这个这个 这个达嘎呢就是欢喜的意思 这个那呢就是复顶的意思 复顶词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欢喜 就是没有欢喜 为什么呢 在地狱当中一点这个欢喜也是没有的 一点都不开心就是 因此从印度的翻语来直接对应的话呢 就是不欢喜 众生的业力潜潜不欢喜的这样的众生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地狱众生 所以我们平时有些这个金刚道友呢 看了也是那个就是特别不高兴 整天都是这个触迷苦恋的 就是这就是地狱众生就是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地狱众生呢 看到有些这个领导里面都是也有就是 那天的时候我看就是他们有些门尾吧 就是门尾就是有些那个门尾的话呢 一个是天天都是欢喜的就是 他可能是这个人转世这个是天人的这个欢喜 还有一个门尾的话呢 就是他天天都是这个触迷苦恋的 我就是经常来来去去的时候看到他的脸 他是不是真的这个地狱众生呢 就是每天都是不高兴就是 所以这叫做是这个地狱众生 就是地狱众生是不欢喜的意思就是 那么现在是恶鬼就是 什么叫做是恶鬼呢 心理观念之后 因此或者前往虚宁 一去不复返称为是恶鬼就是恶鬼的话呢 整天都是就是想 我买一点好菜啊就是买一点好吃的啊 今天中午吃什么啊 明天晚上吃什么啊 今天一定要买一个是不是一个麻辣豆腐啊 吃一块牛肉是不是已经开虚了就是 就是这样想的话呢这就是恶鬼的众生就是 恶鬼众生呢就是我们那个藏文当中 一到就是一到的话呢就是心里面一直点点着 就是一直这个点击着这个食物啊就是 每天都是这样想做 这就是恶鬼就是 因为恶鬼特别特别的恶 我们这里也是有些对这个聚首论呢就是 就是就兴趣一点也是没有 好像那个喇嘛的现在都是已经下去了就是 前一段时间我们牧里包座有一个 他每一天都是就是这个对吃的特别特别的重视 其他闻思续气方面一点都不重视 然后呢他稍微有一点钱就是 听说是这个是福得招来的 还是非福得招来的也不好说 有些钱是非福得招来的 但是呢他就特别特别这个喜欢就是 用这些这个钱来买一点东西啊 整天都是就是特别特别点点着吃的就是 这就是恶鬼的这个活物 那么就是所以恶鬼呢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旁生吧就是旁生的话 因为土恒者诸心而成为是这个 就不像这个人一样的就是土呢就是地质的 就是我们那个藏文里面是登主 登主的话呢就是土那个地质就是 然后祖禄就是这样的叫做是众生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业力显现就是 他们不可能这个站着就越站立的 就是这种横行的就是土那个地质就是横行的 这样的众生呢就是叫做是旁生 那么这个人类 所以我们这里这个呢 这个什么叫做地狱地狱都不懂的话呢 那不行 以后我们这个俱世论考试的时候 就是把这些名词解释就是就是有这些 然后人类什么叫做这个人呢 所有的这个世间呢被称为作义 原因是意识占主要成分 那么人呢就是跟其他众生都不同的 就是他的主观内力 也就是说是现在的这个精神支配性比较强 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呢就是什么都可以变 什么都可以造作 所有的路道众生呢就是人的这种意识能力 就是意识潜力非常强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众生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人啊 就是又称为是这个人类 那么天界呢就是翻语当中叫做是德瓦 意识呢就是拥有喜乐或者是安乐的享受快乐 就是那么这个享受快乐的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平时人们也这样 哎 这个人都是特别快乐就像天人一样的 他的家里是特别特别舒服 就像是天宫一样无量宫一样 无量宫就是天人的这个宫殿嘛 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现在佛系园都是这个房子稍微装修的 尤其个别人都是整天都是装修方式 就是不这个修行就是不修行只修这个房子 就是来这里是不是来那个是那个修行的 就是来这里打工的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天界这个 每天都是这样这个 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这个天人的这个化身吧 整天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好看一点 都要这个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就是什么 这样这样做着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天人 就是天人的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这个 经常有享受欢乐欢喜 这叫做是天界 天界呢就是他这里面就是天界 当然我们平时人们认为的这个天界呢 色界的天界无色界的天界 愚界的天界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讲这个愚界的时候 愚界的时候有愚界六天 愚界六天 天界包括四大天王三十三天 你正天 渡水天和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 就是总共有六个愚界当中 这是在六界当中 不是六界就是在愚界当中 就愚界六天 愚界六天我们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 讲地狱痛苦的时候 也讲了他们宿命的量啊 就是这些都已经讲了 而且大圆满前行当中什么叫做是那个 什么这个化乐天啊 什么叫做是他化自在天啊 这些都已经讲过 但有些什么叫做六月天的话呢 六月天就是三十三天里面有六个天尊啊 那真的有些闹笑话大家还是应该注意 如果这些要详细分析 在地狱分为八热地狱 人论分为四大主 我们前面讲的南赞部主 白居禄主等等下面还在讲 再加上人论分四大主 这样的话再加上旁生 饿鬼和旁生 然后六月天 共有二十类 本来这个还可以分 但是一般来讲 居士论的颂词当中是 他说是愚界众生有二十类 二十类当中 我们如果从三戒和恶趣吧 恶趣和三趣来分的话 三趣有十个六月天 六月天再加上人论分四大主 然后十个 然后八热地狱上面加上旁生和恶鬼 这样的话三趣方面有十个 恶趣方面有十个 共有二十类 共共二十类 那么就是这样的 地狱 这个恶地狱和青变地狱 都是热地狱的重数 为什么是不单独分呢 因为地狱 原来我们认为是十八地狱吧 十八地狱的话 这里只算热地狱的八个 为什么其他呢 因为其他在有些经典当中 讲是他的一种重数 他是服从的 主要是八达热地狱 热地狱以后 恶地狱 再讲上像大圆满行星休息 大圆满行星 这些当中都是把 汉地狱讲得不是很广的 原因也是在这样的 所以他精变地狱和 孤独地狱全部是 把热地狱的一种重数 所以没有单独计算 而为单独计算 天戒在下文当中也有广说 也有宣说 以上包括地狱等一切处于欲戒 那么什么叫做欲戒呢 欲戒的话 对无欲妙 依靠无欲妙 产生极大的烦恼的 这样的众生 称为欲戒众生 什么叫做欲戒众生呢 色戒众生和无色戒 对无欲妙不会很贪执的 我们欲戒众生看到一个色 哎 这里面有个很好的好看的东西 我一定要卖 能不能得到 然后听到一个好声音的时候 哎 就是真的这个特别好 然后有一个好吃的好香的好味的 什么都要去 所以呢 什么叫做欲戒呢 对五种妙义 六种妙义的话 特别有强有力的烦恼 很难以制止的 因此我们平时也讲是 哎 我们没有一点堪欲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所谓的欲戒众生 原因就是这样的 麦彭仁波切《军规教育论》当中也是一样讲的 欲戒众生没有贪欲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要贪得无缘 一定要有限度性的 最好是有限度性的 原因就是在这样的 所以什么叫做欲戒众生呢 欲戒众生的就是依靠五种妙义 而增上不善业和烦恼 这样的缘故叫做欲戒 那么戒前面也讲了一种种子啊 戒性啊 就像是那个山里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珍宝一样 就是戒也是 它有它的这个种子和一些种子 一些这个硬的能力 就是这叫做是欲戒 这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三戒 就是刚才是科判里面讲的 什么叫做这个三戒呢 三戒就是三戒里面的这个欲戒 欲戒呢就是如果分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这个二十种这个欲戒 那么如果在我们这样这个分的话呢 实际上是还可以分那个三十六种啊 四十种啊等等 就是在其他的有些论点当中也有这样分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狱的话呢 就是刚才这个讲分那个十八大地狱 然后饿鬼的话呢 就是再分那个外战饿鬼和内战饿鬼和 还有那个就是特性饿鬼啊 就这样分 然后旁生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分一些这个海珠旁生和 还有那个三菊旁生啊 这样可以分 那么人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四大部珠和 还有那个八个小珠里面的这个众生呢 就是也这样可以分 这样分了以后的话呢 实际上是还有这个 可以有这个三十六种啊 四十种啊等等 就是也有分类 但是在俱舍论的颂词当中呢 只分了这个欲戒众生的话呢 就是分了二十种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这是我们讲这个欲戒众生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舍戒 就是欲戒和舍戒 就是下面讲这个舍戒 那么舍戒是怎样讲的呢 此上诸所识其处 就是此上识指的是我们这个欲戒 欲戒的上方呢就是有这个舍戒 舍戒的话呢 就是总共有十七个舍戒 就是十七舍天 即为舍戒余 就是那么这个呢 称为是这个舍戒 于其中粗善几律各三处 那么这个十七处是怎么样算的呢 就是十七处这个 首先是根据他们的禅定不同 我们经常这个舍戒呢 实际上是舍戒呢 就是我们这个四舍戒里面已经包括的 分的话有十七个舍戒的天人 然后把它包括的话呢 那么这个商戒 商戒的话就是有十七处 十七个舍天可以包括在三个舍 就是三个那个舍戒 不是那个三个那个四舍 就是所谓的这个四舍 那么四舍的这个第一舍 就是我们这个舍呢 也叫做是几率 就是几率 就是第一舍也可以 第一舍第二舍第三舍也 第四舍也可以说 或者是第一几率 第二几率第三几率 第四几率 就是这样也可以讲 那么这四个几率呢 就是分的话呢 就是有中共有十七处 这样的话是出三几率 就是各三处 就是第一几率 第二几率第三几率 每一个都分三处 然后第四几率呢 就是中共分八处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个各分三处的话 是中共有九处了 然后九个再加上八个的话呢 应该是十七个了 就是何谓色戒呢 就是在功德所住等方面 远远超生了欲戒 因而上面的十七处 什么叫做色戒的话呢 就是它的功德啊 相貌啊 还有受用啊 财产等等 各方面呢 远远超过我们的欲戒 就是远远超过 所以叫做色戒 而且它有一种非常三妙的色相 是超越了欲戒 并能增上自地的烦恼 色相三妙的戒指 而且它的色相三妙 比如说色戒的这种天然的 像天光一样的色彩非常学厌 因此叫做色戒 什么叫色戒呢 应该这段话来回答 那么如问呢 假设色戒以四禅顶所舍 那么何称为十七处呢 那么哪些是十七处呢 十七处就是下面已经讲了 转生于色戒因分别失禅 其中因修出三禁律 我们在欲戒的时候也是修四种禁律 四种禁律的时候 因为它的禁律不同 它转生到色戒里面的戒也是不同的 所以第一个呢 出现几律上的上中下三品的禅顶不同 而转生于禅天也是分别是凡仲天当三处 它首先是第一个四禅 就是第一个禅 第一个禅里面它有总共三个 那三个呢 凡仲天和凡仆天和大凡天 这个呢叫做出几律三处 出几律三处是这个 然后呢在下面呢 过了以后就是烧光天和无量光天 然后那个荆棘光天三个呢 就是叫做是第二几律处的三处 就是第二几律呢 就是有分这三个天中 所以这个智者入门当中 专门有它的口据要背诵的 就是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把这些要记住 就是居舍论讲的时候 我们十七个舍天都是算不来的话 那这个不叫什么学俱舍论 十七个舍天是哪些 无舍界的四处是哪一些 然后这些呢一定要算清楚 然后烧金天 无量金天 边金天为第三个禅里处 这是第三个禅里处 修第四经里的上中下四品禅顶 以及轮番无露的下中上 及上最上四品的不同转生于 它是这样的 如果有露的这种禅顶修的话呢 有露的禅顶上品和中品下品的不同呢 就是首先要转生到凡夫的四参天里面去的 就是四参天里面去的 然后如果修的时候呢 与无露的禅顶相结合修 就是轮番来修 这样根据它的禅顶的上品和中品 即上品和最上品的不同呢 然后转生到五个圣者的天界当中去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转生于无云天 福生天 光果天 这三个叫做凡夫的三个四参天 然后五参天和五老天 三参天 三参天和色究竟天 这五个圣者的无处 前三主是凡夫处 后五者为是圣者处 因此名字也叫做净宫地 名字叫净宫地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色界呢 就是中的分的话呢 就是它有十七个处 就是十七个处 然后把这个归拿起来的话呢 就是四个净虑当中就是 四个净虑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净虑分散 第二个净虑分散 第三个净虑分散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分八个 分八个里面的话呢 前面这个四个呢 就是是凡夫地 前面三个是凡夫地 后面五个呢 就是这个圣者的地 就是这样 总共这个算起来的话 是有十七个 但是这个呢 就是肯瑟米尔的 那个由布宗的有些论师呢 认为是这个 应该是分那个 名称上是十七个 但实际上呢就是十六个 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我们刚才那个净虑里面 就是净虑里面呢 有个叫做凡宗天和凡普天 还有一个大凡天吧 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凡普天 和那个大凡天呢 就是实际上是 它的这个出所呢 就是在一个地方 一个是城市一样 一个呢就是城市附近的一个 就是寺院一样的 就是 所以呢就是 它是这个没有单独的这个 这个戒的分类 因此呢就是这个 凡普天和大凡天呢 就是一个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这个 肯瑟米尔的有些班智达呢 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这个印度的一些这个 这个由布宗认为和 还有那个净布宗呢 都认为是这个十七个色戒处 就是十七个色戒处 所以这个呢 等一会儿的这个提文里面呢 就是这个色戒呢就是有哪些这个不同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肯瑟米尔的这个班智达的观点 一个是这个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 由布宗的这个 一般印度的这个由布宗和这个 不是那个金布宗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都认为是就是十七处 就是十七处 那么五色戒的话呢 就是就是五色戒 就是五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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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那个三十三天上面的话呢 把这个色戒 就是一直在上面 就是在天空当中 就是这个下面还在讲那个 刚才那个色戒的位置呢 就是应该在那个余戒的这个 刚才有余戒六天吧 余戒六天最高的就是他画自在天 上面就是刚才那些色戒的这个天人 就是在上面就是以此此地心存在的 然后五色戒的话呢 他们认为他没有这个住的地方 就像有些新来的人一样的 就是在哪里都没有这个房子住的 这就是五色戒的众生 然后到别人那里去的话呢 别人也不让住 所以这就是这个五色戒的众生 五色戒是没有房子 然后由转身而分别四种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转的呢 他根据那个他的禅定不同呢 就是他这个用禅定方面来转为这个四种这个境界 就是所以呢就是由这个四种 比出同分与敏感即行相续之所以 那么五色戒的这个心呢就是依靠什么呢 就是他是依靠那个自己的这种同分和敏感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不相应心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同分 就是同类的这个物体有种 由不宗呢就是认为是有种实有的东西存在 还有呢就是明根也是存在的 就是也是一种实有的东西 那么他的这个心的相续呢 依靠明根和依靠这个同类就是 就是无色戒的这种同分呢 就是依靠他来就是存在的 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个刚才那个无色戒是没有这个说出 没有说出呢就是只不过是那个 肯色米尔的那个由不宗呢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这个红一派的由不宗 红一派的由不宗呢就是他认为是 无色戒呢还是有一个细微的色法 就是有一个细微的这种色相就是 这个应该存在的 因此呢就应该在这个色戒的上面就是 他们这样认为的就是这个红一部的论典的这样认为的 无格光尊者的如意宝藏论当中也是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无色戒呢就是实际上是还是有一些色法 就是但是这种色法呢极其香味的缘故呢 因为细微呢就是加上伏定词就是 因此呢也是是那个就是不明瞎而已讲的 因此无格光尊者在如意宝藏当中也是讲的 就是在这个色戒的上面呢就是无色戒呢就是在天空当中就是 他们是首先是那个什么那个空无边处啊 然后事物边处啊就是一层一层都是在上面就是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观点 因此这丹和无色戒呢就是有什么这个不同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那个肯色米尔的班智达 肯色米尔的班智达的话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巨石论的颂词那样就是 就是无色戒呢没有这个主的地方就是这样认为的 还有一部呢就刚才讲的红一部和那个无格光尊者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为的话呢 无色戒呢就是也有一些细微的这种色法 细微的色法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就是一直这个 以上就是存在的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下面呢就是讲那个 这个何谓无色戒呢如前所说 无色戒并没有单独其他的所处 原因是获得无色戒等此为推死的菩提加勒 无论是为何处 立即就在那里形成了四明云的这个转生于无色戒就是 他们这样认为的无色戒呢没有单独的地方 不管是这个众生呢就是他就是因为根据他的餐顶不同吧就是 他没有这个推死这种无色戒的餐顶的人呢 他死在那里的话呢就是在当前呢就变成了无色戒的众生了就是 所以他们的认为的话呢无色戒的众生呢就是无在不处就是 也可以说就是在哪里都有就是在哪里都可以有就是 不管是比如说我这个已经获得了这个无色戒的餐顶 然后我今天呢就是死在那中的话呢 那么我的这个无色戒的住处呢就是还是在很有可能在那中就是这边就是 如果我这个死在这个炉火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 我当时呢就是死在那里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种心相续 因为无色戒呢他没有真正的身体吧就是他又只有一个死云 他只有一个死云的话呢他的这个禅定的这种心相续呢 依靠这个明根和依靠这个同类就是 然而存活在哪里就是存活在哪里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如果是没有这个所处的观点来讲的话 然而根据修持禅定的限力程度不同 所转生的无色戒呢也有这个四种就是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称定不同就是 就是并不是没有分类的就还是有分类的 有这个有这个空无边处就是空无边处呢 每天都是我们这个修的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这个虚空一样 就是这样观照的话呢最后都变成空无边处 就是这样观照的话呢最后都变成空无边处 然后一切都是心就是一切都是为是这个 全部是这个心啊就是这样想的话呢最后都是变成这个事物边处 因为这个意识呢就是变成无无边无量了 然后这个无所有之无所有之的话呢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也不是有虚空也不是有意识 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后都变成了这个无所有之 然后这个非相非非相的话呢也不是有的也不是有无的 可能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应该是不是有的不是无的 就是这样这个相的话呢就最后呢就是变成那个非相非非相处 所以我们这个修参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没有上师的窍诀的 你不要想是一切都是心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是不是啊 这样认为的话呢就是很可能就是转生到这些地方 若问如果无色界根本没有色法 那么他们的心是依靠什么呢 在无色界的众生心的相续依赖于同类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这个不相应心当中的有一种叫这个同类嘛 就是因为这个同类的话呢实际上若是也不存在的 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这个有不存就是有这样这个观点 然后还有这个明根的不相应法就是依靠这个他的 一字是说但藏文当中是有一字就是他这里呢就是没有这个翻译出来就是 那么藏文当中有一字就是一字呢就是还说那个凡夫啊非居啊得损啊以及这个圣等等就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我们的无色界的话呢就是我们都全部无色界的众生了 我们无色界的这些众生的这个心的相续依靠什么呢就是不但是以 依靠这个同类和民根还可以依靠这个凡夫啊非居啊因为是无色界毕竟是这个凡夫的 还有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非居啊得损啊以及圣等等就是依靠这些而存活的 下两界不管待思法的心也不依于同类和民根吗那么下面的这个色界和欲界的众生是不是他的这个心的相续还是依靠这个民根吗就是民根和同类是不是依靠呢就是不依靠的就是下面是不依靠的就是下面是不依靠的就是下面是不依靠的就是因为不理这个色法则想就是他那个下面的我们的这种这个想的话呢就是他不理这个色法所以呢就是这种理念就非常薄弱就是 因此这个不可能是依靠他就是他这个力量很薄弱就是我们就是整天都是就是想一些色法的这种执著性非常强就是 无色界的这个心呢就是不管在这个色原因是以等生里远离了这个色之相就是所以呢就是力量比较强的 但是刚才那个就是依靠心而说的呢就是只不过是那个是有部众这样认为的就是依靠我们的这个什么无色界的众生呢依靠 呃明根和依靠同分来就是存活吧就是这个呢就是 呃就是由部众这样认为的然后进部众呢有其他的这个说法 进部众是怎么说的呢进部众说是比如说这个众生呢以前有什么样的这个业力的话呢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心的相续呢依靠业而这个继续活下去的依靠业 比如说我以前呢就是这个造了那个就是就是修这个空无边处的餐顶吧 修空无边处的餐顶的话呢我当时呢就是修的有一种空无边处的餐顶的这种业 那么他的这个心的相续呢依靠这种这个禅定的业力 就是依靠这个禅定的业力而产生的就是 那么这个无色界的这个不同观点呢就是 就是进部和右部呢有所不同就是这是 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无趣之分类 就是无趣之分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就是前面讲了这个三界 三界已经讲完了就是以前以上就是色界什么叫做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这以上已经讲完了就是 然后下面讲的这个无趣就是我们佛教当中经常去六趣无趣 就是这样认为的 彼中地狱等无趣 今中宣说各名称 那么这个其中呢我们地狱等无趣吧 地狱等字呢就是包括什么那个 饿鬼啊 旁生啊还有那个天界和人间就是这些 那么这些呢就是佛经当中已经讲了就是各种名称就是各种 为什么叫这个比如说地狱趣啊为什么叫这个人趣啊为什么叫做天趣啊等等就是 各个字的这个名称已经宣说了 然后这个非烦恼性非有己 那么所谓的这个无趣的本性是什么就是 所谓的这个无趣就是我们要分析它 无趣是到底它的本性是什么呢 那么无趣呢就是它不是烦恼性的 如果是烦恼性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犹豫的阿罗汉 犹豫的阿罗汉的话呢就是那么它没有这个烦恼性 但是它就不属于这个无趣了 就是有这种过失了就是 所以呢就是这个不是非烦恼性 也不是有己法就是非有己 有己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善和恶吧就是 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就是 因为这个无趣的本性呢如果是善的话呢 具有邪见的人了断了善根的人不应该有了 不是众生了有这个过失 如果是无趣的这种本性是恶的话呢 那么如果它的本性是恶的话呢 那么阿罗汉呢就是阿罗汉的这个阿罗汉呢也不是这个 不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这个无趣的众生了 就是有这种过失这个下面应该有吧 所谓众生非众有 那么所谓的这个在上面呢就是叫做是那个 所谓的无趣众生那么这个众有呢就是不是众生了 就是它这里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不包括这个众有 我们经常说的是众因生吧就是众因生的话呢 众因生从众的来看的话呢它是不是众生呢 我们应该说是它是这个众生 但是呢我们无趣众生当中的话 按照句子论的观点的话呢 它不是那个无趣众生的众生 所以我们整个众因生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佛和众生分开的时候呢 就是它是不是众生呢 当然是这个应该是众生的 然后这个什么路道众生里面的这个 它这个众因生呢是不是这个众生呢 应该可以众生算是可以众生的 但是呢无趣里面是这个众因生是哪一去的话呢 它不是这个人去 也不是天去 也不是这个地狱去 饿鬼去 旁生去 因为俱事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众因的话呢 它还没有转生到那一个地方就是 都是在中间住的 所以在无趣里面是不包括的就是 无趣是已经从那个 最后呢就是从众因生转到那个生有就是 就是它那个众因生呢就是结生就是 结生以后的众生呢才属于是无趣当中 因此呢他们认为是这个众因生呢 就是不是包括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无趣当中 就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原因也是在有一个经部 有一个佛经叫做是《宣说七趣》里面就是 宣说七趣 七趣的话呢 就刚才前面讲了无趣吧就是 宣说七趣当中的话呢 众因生是专门一趣就是 不是这个无趣当中的就是另一个趣就是 宣说七趣经当中呢就是它是分开的就是 因此众因生呢不是这个众生就是 它这里呢就是这里无趣当中的众生是不是就是 当然这个从众的来讲的话呢 就是佛和众生分开的时候呢 就是肯定众因生也是众生啊 下面就是讲义里面这样讲的 什么是无趣呢 什么是无趣呢 三界中所有的地狱 以及等着所包括的饿鬼 旁生 天界 人间 无趣 就是总共是这个无趣 宣说三有经中宣说了各自的这个名称 就是它这里这个宣说三有经当中的话呢 就是那么上面的六界的这些众生的名字呢 就是都已经这个就是宣说了 那么无趣的本性是什么就是 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无趣就是 到底这个无趣的它的这个本性 自性是什么呢 无趣的本体既不是烦恼性 有福无极也不是善法 也不是 它这里是不善法 也不是有极善法 假设说烦恼于善法 那么不为圣者断绝善根众生所舍了 它这个刚才我讲了一点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因为无趣的自性它不是有福无极法 也就是说也不是烦恼性的 如果是烦恼性的话呢 那么阿罗汉不是众生了 有这种过失不是无趣 比如说我们人间的一个阿罗汉 由于阿罗汉的话 他人间的身体还是人的身体 但是如果烦恼性是无趣的本性的话 那么阿罗汉的相续当中根本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的话 那么他是不是无趣的众生呢 我们还承认是无趣的 因为小乘中不要说阿罗汉 佛的身体也是包括在无趣当中这样认为的 他的身体还是认为是包括在这里面的 因此他不是有福无极法 也不是不善法 也不是有极的善法 假设说如果烦恼性和善法的话 那么圣者不是无趣的众生 还有断了善根的这些众生 也不是众生所舍有这种过失 因此无趣是无福无极法 因此小乘中他们认为 无趣的本性无福无极法 它是一种无极法 也不是善也不是恶 就是我们无趣的本性 也不是善也不是恶 这样的一种无福无极法 它也不障碍任何 因为无福无极法就是这样的 这些无趣的众生被称为有情 但他们不是众有 那么上面所讲的 这无趣的众生 我们可以被称为众生 或者是有情 可以这样说 但是他们不是众有 因为经中所除无趣以外之不同众有 佛经刚才讲了吧 宣说《七句经》当中已经讲了 所谓的众有 就是其他的一种众生 这样认为的 所以他这里的众生一般有不众认为是所谓的众生 所谓的众生有一种 我们前面讲的不相应法当中也讲了吧 所谓的众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凡夫一样的 有不众认为这也是一种实有的物体 所谓的众生就是这样存在的 然后经不众他都不这样认为 经不众认为是运的一种相续加励 这叫做众生 然后众观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 约乘论师的众观《七十空性论》的讲义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众生就是无运的加合 就叫做众生 无运的 《七十空性论》的诸书里面 众观认为什么叫做众生呢 众生就是所谓无运的加合 无运的加合叫做众生这样认为的 所以不知道你们听《入中论》的时候 专门讲众生和曲奇数 在这个时候专门讲过众生的道理 所以他这里《入中认为众生是这个》 所谓的众生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 布施法当中就像所谓的凡夫一样 有一种实有的东西存在 刚才讲的无复无迹法的有一种东西 应该存在是这样认为的 经不众认为这样的所谓的众生 只不过是一种加励 相当于是跟众观比较相同的 众观就是我们所谓的众生 只不过是无运的加合称之为众生 实际上实有的 就像小乘他们有部众认为的 真正的实有的东西不存在 这是关于众生的不同观点 关于众生的不同观点是这样的 然后若问如果决定有无趣 那非天属于哪一曲当中 根据阿瑟尼无足菩萨的观点 非天包括在天界当中 他们认为因为我们经常讲的路道轮回 那么现在非天到底属于在哪里面呢 无足菩萨的观点他应该包括在天界当中 其理由是非天的身体享有可与天人相比 并且与天人也只有怜音的优伴 但因失去天法真正的天法的快乐是他们没有的 因此叫做非天 他实际上是对夏列加福定词而称呼的 所以非天到底属于在哪一个里面呢 根据无足菩萨应该属于在天界当中 他这样认为的 经里面说非天一般属于在旁生当中 他那个须名山大海附近 大海那个地方一下属于在旁生经里面 以上属于天界当中 正念经一般属于天界当中 一般属于唐僧当中正念经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读善法都没有什么香味的 麦彭仁波齐的智者入门当中也是 采门塔尔丁诸尔丁亚语 他是这样讲的 非天属于天人当中 麦彭仁波齐智者入门里面说 非天属于天界当中 总共有误取众生这样认为的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我把今天的问题在这里提一下 我刚才讲完的 希望你们刚才讲完的里面 基本上我今天没有讲的 课本上和我没有讲的就没有的 因此提出的问题稍微难一点 希望还是有时间的 最好是把自己该作业一样 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样以后的话 每天都是可能你把每天都有一定的影响 我今天出的这种题 如果我每天这样能坚持下去的话 应该算是不错的 我想大家根据这个题的话 每天也可以算是我的话 也有重复的价值 让我记得订阅 phải订阅 没有想法 我听说 今天就是我另一位 我听说 就是你 要订阅 要恢静 我 informed 只能不错 一定要知 不错 还有 很大的 心开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